记者蔡文居台南报道,自8月1日起上路的托育新智,南市议员普遍搞不清楚,今天社会局赴南市议会进行工作报告,议员纷纷纷提出质询,并决议将变更译成邀请社会局就托育新智到市议会提出专案报告。 社会局长刘淑慧今天答询表示,目前已有7家托英中心,26位保姆完成签约,未来将采一对一说明方式,以避免误解,预计8月底前完成辅导17成托英中心及保姆签署加入准公共化的行列。 社会局表示,新智上路后,涌入大量保姆询问的电话,陆续有保姆希望快点完成签约。 有关居家托育人员登记及管理办法,居家式托育服务手退费项目及基准都是既有的制度,也维持保姆或托英中心既有的经营模式,其运作机制及收费价格都没改变, 希望相关托英中心负责人或保姆误担心,社会局表示,为加强与辖内保姆、托英中心及各区工作的沟通,目前已办理6场说明会,及时回应新智上路的相关疑问。 新智也针对家长、保姆及托英中心设有两个月签约缓冲期及追溯期,只要9月30日前完成签约程序,社会局将追溯补发8至9月托育费用。 而南市社会局自8月1日起陆续与各托英中心及系统保姆进行个别签约,业者可仔细审阅契约内容在签约,签约名单也将陆续公告于社会局网站。 社会局表示,南市现有1800位合格保姆、65家私立托英中心,新智有两个月补助追溯期及签约缓冲期,只要9月30日前完成程序,将追溯补发8至9月托育费用。 对家长、保姆及托英中心权益都有保障,估计儿津贴及托律补助新智,高达27000幼儿家庭受惠,服务涵盖率达98%。